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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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4月1号 荷兰安乐死法律正式生效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幸福的死亡 也包含了无痛致死数的意思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的历史 早在古希腊 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和活力 就有处死生下来就有病的儿童的做法 历史上多位著名的哲学家 学者 政治家 如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都是安乐死的支持者 而安乐死的成文法运动 则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 1936年 英国上议院曾审议通过 英国安乐死协会递交的立法建议 建议对限于有行为能力的人 可以实行自愿安乐死 不过立法建议未获通过 直到2001年4月10日 荷兰议会医院以46票赞成 28票反对 一票弃权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并在2002年4月1日正式实行 安乐死的合法性才第一次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荷兰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之后在日本 瑞士和美国的一些州 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不过到现今为止 安乐死立法仍备受大部分国家争议 刚才这个片子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了安乐死 他在伦理上 以及在实践上的一个发展 我们知道安乐死这个观念 是从西方开始萌芽的 特别是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 柏拉图 亚利士多德等等 他们都是支持安乐死 这样的一种做法的 但是这个做法在当代世界 真正成为法律上 能够成为一个立法 成为一个合法的行动 是十年前 十年前从荷兰开始 当然这个法律是在十一年前就已经立法了 十年前的这个四月一号 正式开始实行 那么我现在还记得 当时这个新闻在国际上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 因为安乐死对于世界各国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么荷兰作为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作为第一个立法的国家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是确实体现了就是立法允许安乐死 我觉得体现了人民人类的文明社会进步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重大的一步 走出去重大的一个步一幕 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相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作为个体 他们都是支持这个安乐死 这个理解安乐死这样的一种观念的 而且也支持安乐死可以这个立法 能够获得这个成功的 那么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但是现在在世界上真正这个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呢 还是极少数 而且主要还是陷于一些发达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 这个可以说呢 一个是这个人民普遍的这个教育水平比较高 那么另一方面的这个立法的 整个这个程序呢 也比较民主啊 那么像这样这个充满争议的这个议题 他必须经过这个全国民众的这个充分的考虑 讨论法律界这个积极的这个参与 那么最后再经过这个立法机构 以这个民主投票的这个方式 像荷兰就是如此 那么经过这个多数票的这个赞成 那么最后这个法律呢 就成立了 就正式就生效了 其实荷兰不仅是在安乐死的立法方面 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 他还有包括这个可以大麻的 大麻合法化等等这些 引起很多争议的一些社会性的一些问题呢 在荷兰也是可以合法的 当然我想这个使用大麻跟安乐死当然是两回事 我们到这个使用这个允许安乐死啊 这个在国际上的大部分的国家 包括一些主要这个大国呢 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全民的这个共识 比方美国也只是在个别的这个州啊 日本也只是在一些地方 都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法律 那么以欧 荷兰是欧盟的这个成员国 但是在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里面 安乐死的法律还没有 并没有通过 而且甚至可以说 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 一个立法的这个议题 他也不可能在目前成为整个欧盟 所通用的一项法律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的安乐死 他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一些常年这个受到饱受病痛之苦 生不如死的人来说 他们自己就希望能够以一种幸福的方式 以一种这个安宁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你要立法通过的话 就必须得到 这全社会必须要有共识 而且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必须要尽可能的设计的 非常的这个详细 具有可操作的这个内容 因为安乐死不是自杀合法化的一个代名词 安乐死不等于允许 人们可以任意的就可以自杀 安乐死他是有的非常严格的 这个先决的这个条件的 哪些人适用于安乐死的这个范围 而且在哪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他必须受到社会的这个监督 必须这个愿意安乐死的人 他不仅符合这个条件 他还要受到这个 就亲手们也都同意 那么相关的这个医疗单位 政府啊 这个司法机构等等 需要经过一系列这个严格的这个程序 最后证明了某一个 这个愿意安乐死的人 他符合这个安乐死的条件 那么最后让他可以安乐死 那么最近在中国就发生了 又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案件啊 有一位这个门夫啊 他饱受病痛之苦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的儿子对他非常孝顺 可以说是在非常困难的一个条件上 长期的 照顾了母亲二十多年 最后母亲说我实在不想活了 给你带来这么多 给全家带来这么多的这个困难和这个痛苦 最主要是这个农妇他自己呢 他已经没有任何 他生活没有 他觉得没有意义了 那么最后儿子呢 就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之下 买了农药 让母亲喝了农药 那么就帮助母亲完成了安乐死 那么这是我们从民间的角度 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母亲 这个儿子是给母亲做了一件好事 因为母亲就得到了解脱 问题是他这个儿子这样说 他违反了法律 他触犯了法律 虽然所有的邻居亲友 都来为儿子这个说情 这个事情发生在广东啊 而且法官也是同情 这个儿子的 但是法律不允许一个人 结束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那么这里也就启示到 因为中国没有安乐死的这个法律 而且以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的 发展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首先这个安乐死 虽然已经各地都有这样的案例 很多人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安乐死在中国 并不是一个最优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安乐死他要立法的话 他必须要全社会广泛的 这个咨询 征求意见 那么社会上必然会有 很激烈的这个争论 很难在短期内 就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要来这个立法 那么第三 就算是立法 他要经过这个一段 很长时间的这个酝酿 这个最后立出一个 草案 草案在经过全国人民的 这个讨论 那么最后才能够立法 那么这个立法通过之后 在实践当中 他会不会又产生一些 新的问题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谈这个 十年前在荷兰生效 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律 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大家一起来 思考这个问题啊 包括这个华人社会 我们说这个大众化地区的话 不要说这个中国内地 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 都没有允许安乐死的 这个法律 而且呢 也安乐死的法律 要不要立法 在这个两岸四地呢 都不是一个急切的 这个问题 虽然两岸四地 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发生 特别是中国内地 这个类似这样 这个保守 因为中国内地 还没有建立全民的 这个医疗保险的 这个制度嘛 社会福利这个制度 这个覆盖面也比较低 所以有一些 这个患了绝症的人 他不愿意再生存下去了 他们的家属 也愿意帮助他完成 达成他的这个心愿 但是呢 在法律上 这确实不能够允许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要来讨论啊 十年前在荷兰开始生效的 安乐死的这个法律 那么我相信这个问题 再过五年十年 或者再过二十年 他最终还会成为中国人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朝鲜会不会在最近发射人造卫星 发射会不会成功 发射卫星的残片 会不会遭到日本的拦截 再再引人关注 谢谢收看十四六两点 下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为您播出 完美与梦想图形 Cheers by bwd6